南州大学 西北生态防控的研究中心 这么一个 他们的一些预测的model 一些模型的 还是相当可靠 甘肃有了东黄 有了南州大学 甘肃人有了几分之绪 南州大学撑起了中国 整个西部和西安交大 你知道南州大学吗 在杭州南州大学 刚教授 只比重点钱多八分 第一到这种程度 我就给我的朋友讲 浙江大学化学系 所有的骨干几分 都是南州大学 物理系的著名教授 全是南州大学 是多好的大学 在中国老百姓当门当中 南州大学多吃亏啊 南州大学王宿学 在浙江省的招分 只比重点钱高于五分 简直糟蹋人家 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骨干教授 是南州大学的 物理系的骨干教授 也是南州大学 是中国这批中学老师啊 中学老师可恨 我告诉你 兰州大学和兰州 它本身就是相辞相成 而且与其他的这些高校相比 与其他的城市相比 兰州大学是兰州 唯一的所 双流的建策高校 所以这样的一种关系 既对兰州大学赋予了更大的责任 同时也是我们新的挑战 于是从人才 从文化 从科技的支撑 相结合 我们就能够与城市 能够同分共振 而且呢 相得一张 这样就形成了 兰州 与兰大之间的 这种 曼妙的 而且 非常美好的关系 从一流大学建设来说 它都是要做世界最好的 但是 咱们 咱们 咱们